我们去我已离不开 我们去离不开 我姑娘 天南地北谈华语 咦 怎么给我看这个古字体呢 左边这是甲骨文和小传的蛇 舌头的蛇 中间这是甲骨文和小传的言 言语的言 右边这是 哦 一定是有关联的 你是想温故知心 说对了 甲骨文蛇的形体 向嘴里伸出舌头 而甲骨文言 下面是蛇 上面一横表示言从蛇出 言是张口伸蛇讲话 右边这是今天要谈的部首字咯 哦 跟言很像啊 差别就在于口中多了一横 很好 这是经文音声音的音 经文音是由言和一合成的 我猜啊 这一不是一 它应该是个指示符号 用这个符号表示从口中发出的声音 又让你说对了 这一确实就指口中发出的声音 小传的字形也是这个意思 而且你看 小传的音跟楷书的音挺像的 是有一点不同 可是两个摆在一起 还是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说文写道 音 生也 生于心 有结于外 为之音 哇 太厉害了 生于心 有结于外 为之音 生于心 这音 是从心生出的 有结于外 这音 一从口中出 就有音结 甚至 也可以是节奏 为之音 这音既可以是语音 也可以是乐音 太厉害了 你的理解是对的 这音的本意就是声音 可以引申为音乐 又引申为音律 还可以当口音 读音来讲 你听一个人的言语语音 听他的语音发音 就可以猜到他从哪来 或是长期在哪里生活 音是个不守字 凡是从音的字 大多跟声音音乐有关 譬如 鸭韵 韵律的韵 韵的本意是和谐悦耳的声音 韶 左边音 右边是照开会议的照 韶的本意 是指传说中 余顺时代的乐曲名 我记得音响的响 繁体字响 笔画繁多 上面是繁体的乡村的乡 加个点 下面是音 想的本意是回声 音做不守的字 还有静然的静 上面音 下面人 静 本意是奏乐完毕 意思的意 上面音 下面心 本意是心智心意 音也可以做声旁 譬如 昏暗的暗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 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 天南地北谈华语 哦 IFM有podcast平台咯 是的 啊